光复项明代表会交开第二十二届第一次临时会 除了审议公所提案 还汇集包括了旅北青年李浩南 华联市灭佛 还有松萌租车 还有茶饮店等 在农历年前系赠送爱心物资给地方的弱势族群 项明代表会也提供了春安物资 感谢慰绕锦销人员辛劳 光复项明代表会临时会议案讨论之前 主席廖义军率领副主席吴依珍及代表同仁 将来自各界的爱心物资准备发送给地方上的社会弱势族群 也给予新年祝福 祝大家祝福年新大运 会集包括光复乡旅北青年李浩南 花莲四面佛以及松萌租车 19.5T花莲旗舰店业者 募集两百多份的爱心物资 回馈地方也关怀地方社会弱势 同时代表会也提供了春安物资 感谢并慰绕锦销人员春节期间 坚守岗位的辛劳 场面温馨 地方选举过后 光复相待会也展现新气象 除了会议的召开也创相待会先例 主席廖一军率领代表同仁 连结各界资源力量 共同关爱广府乡内的弱势户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每个人都能尽绵薄之力 照顾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这次的爱心散举我要非常感谢我们在地 出外的一些年轻以及企业们 在过年的时候在外面赚钱 还不忘要回馈我们地方 做一些散举寒冬送暖 大家都要过年了 也帮助一些我们在地的弱势族群 那我们代表会也一定会将这份爱 传遍在五光互相的每一个角落 将所有的爱发给我们所有需要的民众 光复相待会今年召开 第二十二届第一次临时大会 这也是这一届新科代表们第一次开会 除了审议公所提案 也进行爱心公益 将社会关怀送给每一个弱势户 展现代仪式监督把关的工作职责之外 那一份温暖关爱的正能量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